哇 这位白衣天使发挥了大爱 其实当天他是休假的 有辆小货车在高速公路上 可能因为爆胎 结果整辆车翻覆 副驾驶被抛出了车外 当时呢 这位休假的护士刚好 经过了这个现场 好像恶化 不说卷起衣袖下车来救人了 他挖出了卡在伤者喉咙的槟榔渣 他的妹妹还帮忙撑闪来遮阳 姐妹两人合力救了这位男子一迷 车头壮烂的蓝色小货车 爆胎打红在高速公路上 副驾驶双脚还卡在车上 一对姐妹开车路过立刻下车 一人撑起小红伞帮忙遮阳 另一人蹲下来查看伤者的伤势 失去意识的男子倒在地上 好心女子赶紧亲出如拇指大小的檳榔渣 等救护车抵达现场接力救援 本人反应想说下去 帮她评估她的一些基本的生命真相 原来好心女子是名护士 在桃圆一家医院工作 已经有十年之力 休假行经高速公路 遇见伤患仍是救人第一 姐妹俩合力救了男子一命 一命的医院